我虽然跑得很死 但是我还是很累 for some reason 我觉得我可能还是fatigue吧 有一些没有恢复 你之前有在练什么吗 走 走往哪走 往这边走 往这边 OK 我之前就是上个礼拜 周末 就跑这个之前 就跑了个50k越野 哦 然后他们都忽悠我 说越野你就走呗 没有很intense 你肯定很快recover 所以还是 我觉得可能 还是有影响 就是他们明知道 你要跑一个broken half 还是自己做 不能赖别人 可以可以 来我们打个招呼 打个招呼 大家好 我是薛哥飞 大家好 我是子言 开心能够上期哥飞的节目 我说这个 开始我其实都没有想到 那天吃饭的时候 念杰在那说 念杰卡姐这么说 说子言来了 你还不如抓着拍一圈 technically我也不算 纽约的小姐 小姐姐 我是前纽约小姐姐 对那也算 那也算 毕竟新系纽约 对吧 对 纽约也是你 每次回来纽约都很开心 对出国了以后的故乡 对吧 对 来我们 我们跑到这个地方 要concented 对对对 可以可以 现在都不用我说了 来 是不是给granded一下 嗯 concented granded OK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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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其实 其实 其实咱俩也没有特别熟 对对吧 没有特别的interaction 对我觉得 这今年 做了大半个网友吧 哎 对对对 今年要跑这个Hotu Coast 对 然后之前的话 对讲了 哎 之前的话 这个 怎么就是 我记着 在那个 那次跑那个牛马线路 哎对对对对吧 然后之前 然后之前就是 其实印象就不深了 对 因为我 早期新风 我也是个很跑渣的人 在纽约的时候 没有好好利用 这里的路跑啊 和新风 然后呢 就弯曲弯曲了 才开始认证跑步 嗯嗯 对 那你这个 怎么当时就开始跑步的 怎么 嗯 我17年 我朋友要跑纽约 就那个YC Hots YC Hots 然后我说哇你好酷啊 他说你不知道呗 反正要抽天 你肯定抽不中 嘿 然后我就抽了 然后我就抽中了 我就 跑了第一个半马 他跟我说 你现在已经有一个了 你知道你可以9加1吗 哈哈哈哈 然后 一步一步 对 就在这种坑里 然后我就17年的时候 就做了9加1 18年时候跑了 18年就跑了 第一个马拉松 全马 就是牛马 你还记得你跑了多久 6个多小时 哈哈 6个多小时 哈哈 那可以 跑了6个多小时 那挺好的 因为就是 没练 没有练 就是不知者 不知者无畏 而且当时对马拉松也没有什么概念 没概念 对吧 一家可以 对 但是就应该跟你们躲旁了 哈哈 然后 然后就是前天还十分配速吧 然后我到后来真的吃不消 十四五 我陪我走 喝 然后进了两次 Metal Tent Oh Really 这就是跟健那里 非常不舒服 很疼很疼 然后我就想 还是得失心太重了 什么马 我做了9加1来的 我怎么也把它走完了 对 走到终点就是 天都黑了 还挺好的 你还记着你跑到哪开始走的吗 我觉得可能后面的 三四麦四五麦 就快进装装装装 那会儿 我就已经开始走了 哦 那你之前跑的挺远的呀 可能 但也是很慢嘛 毕竟是没有base 那也是 非常痛苦 就是非常痛苦 那也还不错了 我2017年的时候 从上了 Queensboro Bridge 就开始走 对 我印象也是 上上下架 我都已经失去了 失去感觉 对 那你后来又跑过纽约吗 后来 就从纽约搬走 就很难再跑牛马了嘛 哦 抽墙又抽不中 哦 对 也没法做9加1 只能自己卷起来 只能自己卷起来 扭Q一下 扭Q未果 这一次 要不然就 要不然就卷成绩 卷成绩 要不然就卷钱 要不然就卷钱 我还是先卷点成绩吧 钱还是更有用 可以留着干点别的有意义的事 对 我就是想把我60万小时的成绩刷下去 那你其实跑步 你也没有一个最开始说我要减肥啊 或者保持身材啊 或者缓解压力的这么一个需求 你更多就是看着觉得特酷 然后你就去做 就小时候就挺好动的 不罢了 拉我出去跑步 对跑步就是一件就觉得 那就是 什么时候都可以跑 也没有特别有健身的鬼话什么的 然后开始跑比赛 就是我发现 我对比赛特别兴奋 还蛮享受比赛的 就每一次一游比赛 我就哇 那个人就感觉 激动 对 就跟平时不太一样 那你小时候有练过什么体育吗 就为什么会有这么强的好胜心 或者就是 也不能说好胜心吧 就是遇见大赛 对对对对 没有也没有 就这小时候唯一的那种比赛经历 就是 学校运动会 体上800米没有人跑 就被推出去跑这种 但除此之外 没有任何训练什么童子工 那你学校运动会有得过名次吗 拿过第二吧 那可以啊 也也是要觉得 哇好开心 那拿第二 要上学的时候 女生800米怎么着 也得跑进三分半吧 那我没有印象了 小学的时候 肯定的 初中的时候 可以可以 一直觉得这件事情 好像也没有那么累 是 然后就 开始跑 尤其是在纽约的时候 嗯 那不得不说 还是 纽约的跑步氛围还是 跑步氛围非常好 对 尤其是现在开始跑马拉松 你会发现你 跑的全马 城市全马 你就会发现 你平时根本就去不了的 那边河 然后有些 你看不到的风景 那你还跑过哪个 就是马拉松 你觉得 就是你的印象 给你的印象特别深刻 我印象特别深刻的 我还蛮喜欢三番马的 不过不是去冲城市啊 那么大坡 对 然后我是去做Pacer 我觉得那个风景非常好 因为它天黑就开跑了 你可以看到日出跑到上桥的时候 然后你会去到 其实我发现我虽然是人住在湾区 但平时去三番也就是办点事 买东西啊 很多的内部会都没有去过 然后就是跑那个马拉松的时候 你就会看到啊 人类之间还挺好看的 然后其他的马拉松 就是就取得好成绩的马拉松 印象都很好 你还取得什么好成绩 就是BQ的时候啊 比如说CAM啊 哦你是CAMBQ 我CAM是第一次BQ Q了三分多 可能不太够了 三二六 三二六 哦 OK 然后这区跑了个特别特别冷门的 那个Modesto 尤其不是本地人 他没听说过 那真是不知道 哈哈 您给讲讲 嗯就是 Modesto就是农业小城 一般区大概开车一个半小时 嗯 然后道路非常平坦 全部都是果园啊 农场 然后还有一个地方 有个牛场 仰牛场 然后牛就在那看着你跑 哦 哎我记着 我有一次从洛杉矶 开到湾区 嗯 走的那个艾武 艾队 就是里边那个 对 然后就过一大片 仰牛的地方 仰牛的还挺臭的 巨臭 哈哈哈 没错就跑到那的时候就 就挺臭的 然后你想说快点通过吧 对 就好像不知不觉提快了速度 所有车都在那加速 对 而且一开过去 开始开到那边的时候 车里人就问你放屁了 哈哈 哈哈 没有 哈哈哈 我说这不是车里的味儿 这是加州特色 然后他们就说太瘦了 开窗户 然后一开窗户 赶紧关上 开窗户了 对 那还挺好玩的 然后就在小马 就Q了9分多 然后希望明年就可以去巴斯坦 那你没跑过什么大马 就牛马 对 就是 再大的马呀 我想想 CM也不算了 才9000多人 CM也算了 Bruklund half Bruklund half 2万7 2万7了 2万7吧那天 然后 对 然后我接下来大马就是 柏林 今年的柏林 和今年芝加哥 哦 对 柏林芝加哥背靠背 呀 两种 可以 两种 可以 就是一个认真跑 一个就 就去 欢乐跑吧 你想哪个认真跑 应该是算前面那个吧 柏林认真跑 柏林认真跑 OK 对 make sense make sense 但我也听说 柏林那些欧洲的人 跟一堵墙一样 就堵在那个赛道上 跑不太开 哎 美国人 那大高个 对 站你前面也跟一堵墙一样 对 哦 还有 也不用飞美国人 我站你前面 就跟 我和小顾站你前面 就可以一堵墙一样 他们说美国 有去跑过的朋友都说 美国那个马就比较欢乐 嗯 跟着各种西装异服呀 嗯 但欧洲那个人又非常严肃 就是 我来批成绩的一份那种 是吧 嗯 但我看那个 去年他们跑柏林的照片 包括 今年看那个伦敦的照片 嗯哼 我觉得都有很多人 尤其伦敦打扮的奇形怪状 啊 OK 还有一大哥 中国这个国家 对 更加的 哈哈哈 然后还有一个大哥 我记得 印象特身 他不是Cosplay 大哥跑步扛了一行车 哦 扛了一roll bike 我 我 我有一次在大峡谷 就对穿 嗯 我们路上看到一哥们 扛了一个自行车走 嗯 天呐 呃 在那种地方 不知道是不是某种行为艺术 有可能人家是 车掉链子了 哈哈哈 骑不了了 骑不了了 上坡还挺累 哎 自言 所以这个 咱俩也不太熟 嗯 你是 你是干啥的 我是干啥的 你是马农 哦 我是转马的 OK 九仙年盛名 啊 从前学什么呢 学学chemical biology 哇塞 中化 哇塞 那你为啥没干这个 这个就是 挣得少是吗 哈哈哈 为啥没干 我当时 我是按纽约的鼓务master 嗯 然后毕业之后发现我的就业呢 嗯 可能要去什么Texas吧 哦 或者偏远的地方 我说我要留在城里 哦 我就第一份工作做了data scientist 哦 嗯 做了一段时间发现还是想转sde 对 那你们理科生转这个是不是还相对容易点 嗯 我觉得是case by case吧 嗯 我觉得我也是走了不少半路的 哈哈哈 对 那天看你们几个理科生在群里说话 就完全听不懂 他们不敢发言 我也不敢发言 他们是统计的 哈哈哈 算概率算的汪汪啊 对 我对这个数字的这个什么 只限于加减乘除 哈哈哈 这是你们的那个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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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什么几次方啊 加什么根号啊 对对 加导数啊 就抽象了去 对 就想都想不起来 哈哈哈 那天我看网上还说的 30度等于多少 哈哈哈 我想半天 哈哈哈 是多少 你知道三多少 三三十六是多少 二十八 哈哈哈 多少 嗯 零 我不是 二分之一 二分之一 我我我猜 我猜二分之一 嗯 想不起来了 哎 对 反正这就是我们小时候学的知识都不记着 对 用不上人对不着 对 那子言你是哪人啊 我是西安人 西安 对 那你来美国多长时间了 我高中毕业就来了 哦 暴露年龄的话 差不多在跟国内在一样时间了 OK OK 那来了上学就一直在纽约吗 嗯 我现在就在加州湾区里面读本科 哦 然后 然后 过来美国 就过来纽约读的master 哥伦比亚 对 哥大 好 然后就工作 成果 嗯 嗯 有搬回湾区了 嗯 就结婚了 没呢 没结婚呢 哈哈哈 男朋友在湾区 对 好 那你们就是这个双马农家屏哦 嗯 可以算是吧 可以 你觉得这湾区 和纽约 更喜欢哪边 还是就说 这两个地方各有什么优缺点 嗯 其实好多人都问我这个问题 嗯 然后我也自己想过很多 嗯 我觉得 这两边我都非常喜欢 嗯 然后它各有各的 lifestyle 我都挺喜欢的 嗯 你把我放在这儿 我可能是这种生活方式 嗯 把我放在那会儿 我可能是那种生活方式 哦 然后纽约的话 每次会纽约都很开心 嗯 感觉受到了文化的洗礼 OK 看百老汇啊 逛博物馆 然后在 各种各样好玩的东西啊 跑步啊 对 吃的呀 玩的呀 对 很多新鲜的东西 还有就是 是 可以一天之间 见很多人呢 来 咱们先看看这花 哇 挺好看的啊 呵 这花真是从前没见过 这一大片真的 有可能从前 光顾着卷跑步 对 忽略了很多 跑太快 生活中的美 忽略了 身边的美景 对 慢下来 对 对 美湾区就户外啊 嗯哼 大自然啊 嗯 对 那你湾区是会更孤独吗 就是没有那么多朋友hand out 嗯 或者就是hand out 没有那么方便 对 可能就是 大家得集中去一个地方 嗯 就像在纽约这个密度比较高 去哪都很近啊 对 而且大家不用开车 对 走动可能也会更频繁 对 嗯 尤其对于爱喝酒的人来说 哈哈 不用找代价 对 纽约是一个服务地 对 湾区有代价吗 哇 应该没有吧 我觉得没 你现在叫Uber了吧 可能 对 如果你不能过去 然后你就把车放在那 对 然后再回去去 找谁帮你 再做Uber回去吗 我的天哪 不行 湾区没有车是很难的 三百一除八呀 嗯 湾区大多数地方都是 然后所以在湾区加久了 一回纽约才发现 哇 慢岛这么小啊 对 从这儿到这儿 才三百啊 对 没错 没错 尤其有时候在纽约 天气好的时候 嗯 你看你说 哎 我又天气又挺好 我又不赶时间 嗯 我就走呗 那我省两块酒呗 然后我就city walk 对 就是 因为它一路上都很多东西 嗯 你也不会觉得无聊 对 我像在加州的大太阳 现在走两步就觉得脑门已经冒烟了 对 我最开始 其实我在北京开始跑步的时候 对 我就爱在城里跑 嗯 因为你在城里 你看那个街道 嗯 那个街道是你平时 不管你是开车 还是你是骑车 还是坐车 你永远不会往那里边多看一眼 你可能就看了一个招牌 但是你跑步呢 或者你走路的时候呢 你就可以看到更多的detail 对 你会停下来 对 这个小店里边 哎 有只猫 嗯 有只狗 哎 它在卖着这个东西 嗯 好多人在排队 它是在买这个 对 所以你就会觉得很有意思 对 我最开始的时候 就完全 我们家当时旁边什么地毯公园啊 什么地毯体育场啊 然后我爸妈就说 你去那里边跑多好 又没有车 对 又没有人 但是你在那里边 坚持不下来 嗯 所以这可能就是这个 艺人和爱人的区别 是吗 对 就是艺人要看到人 它才舒服 嗯 对 所以你是爱人 对吧 其实算是呀 爱人 但是我每一个指标都在borderline 嗯 而且我还一直在变 嗯 那你是一个非常平衡的人 对 非常 这个我们 比较矛盾的人吧 我们传统文化讲着要中庸 嗯 对吧 什么都有一点 什么都不多 什么都不错 我也比较贪心 什么都想要有兴趣 嗯 什么也都不惊 嗯 也是这种 那你除了跑步 还有啥兴趣 我平时 啊 运动的话 我还会拍人 嗯 嗯 啊 兴趣爱好兴趣 就是什么都摸索一点 嗯 我喜欢 导步导步乐器 哦 然后 你会玩啥乐器啊 小时候就学钢琴的 哦 家里弄的 哦 现在就觉得 啊 还能 还能摸索一下 自己 自娱自乐一下 嗯 就还是弹钢琴 对 然后乌克林力啊 这种就还挺容易上手的 哦 对对对 吉他 那你得练 花时间 对 吉他也不难上手 其实 上手很容易 对 但得 你要想给他弄好了 很难 对 嗯 都得花时间 对 然后 时间就这么一点一点的 被摸索的 消磨干净 挺好的其实 其实没有一个什么东西是生活的全部 对 工作啊 跑步啊 其实都不是 就你生活本应 丰富多彩去 嗯 是 那你攀岩 你是啥水瓶 我啥水瓶 在美国的话 在美国的话 你能爬个V几呢 我目前 就我修训了很长时间 嗯 在我上一次比赛 呃 那个go race bq了之后 嗯 我回国了一趟 嗯 然后一直也就 没有爬 嗯 但是之前我大家就在 爬11的线 5 5 11 这个 level的 哦 你是那个 就是 真的是 你不是bolder 嗯 bolder我也爬 这一般只会做 一些训练 或者是热身啊 什么的 ok 我比较喜欢是 爬那些 嗯 爬绳 哦 好够分立的 哦 那个我还没爬过呢 那个很多人都说不敢去 是爬高 对我恐高 对 那其实那个绳会给你很 很强的安全感 是 我有朋友就说 他那个 其实 他们就愿意爬那个绳 嗯 不愿意爬bolder 他们觉得bolder不安全 嗯 bolder是 是这么说吧 嗯 爬绳摔下来就无了 对 bolder摔下来就伤了 对 bolder其实还好 就是你要会跳的话 对 但是我觉得对于跑步人来说有一个 嗯 有一个risk就是会怕伤到脚滑 对 对 有时候你摔下来 嗯 可能没有时间反应 对 嗯 lander 其实我就是那种就是从小时总受伤 哦 是吗 我小时候大家还都不开始运动的时候 嗯 就骨折我就 就反正就是寸劲就骨折 OK 然后我从小不就是体育生吗 哦 是啊 啊 我练篮球的 啊 什么我的膝盖啊 脚踝啊 都有一些伤 全都伤过 哎呦 所以长大以后我就特别恐惧 嗯 就包括跑chill什么的 就有一些比如说对撞性的那种运动 对撞我不怕 对 你不怕 我就怕那个就是就比如说地面不平啊 就是崴了什么 因为打篮球受的伤 就脚踝啊 膝盖啊 基本上都是踩人脚上来啊 对对对 或者什么 我听了就会 什么头篮 或者你盖帽被人垫了一下啊 嗯 就是全都是那种 嗯 对 就是你要真对撞的话 我这块至少在国内 还是身体方面是占便宜的 嗯 对 人高马大 对 所以撞我 在亚洲人身材里 对 撞我都是别人吃亏 哈哈哈哈 那来美国以后确实人家也撞不动这边 撞不动吧 然后我 我 我其实在美国后来 慢慢不打篮球了 开始跑步了 就是 开始跑步 打不过人家 哈哈哈哈 我最近啊 嗯 一个新的兴趣 因为我之前跑50泰 嗯 就看了一些 Ultra Runner那些纪录片 OK 比如Wamsley啊 UTMB这种 嗯 然后 就非常受鼓舞 嗯 但那种都是比较成熟的制作 哦 就是会讲故事 像一个feature电影 是 对 我们其实也是在讲故事 对 我们也是在讲故事 只不过我的手法相对 智能一些 智能一些 那你就是听这种故事 包括你看什么纪录片啊 或者这些 嗯 你会有一些什么 你希望得到一些什么东西吗 我希望 其实我 我就希望看到他们记录这个过程 嗯 然后他们采访这个过程发生的时候 那当事人比如说那个Runner 嗯嗯 他是经历了什么 他内心系是什么 就看他 记录的原始那个影片里面 嗯 他的生理状态 嗯 他后来采访的时候 嗯 他的心理状态 嗯 你就想跟他 一起去经历这个过程 你就 试想一下 哦 那你有什么 具体的例子吗 就是你看了 某个片以后 得到了一个 非常深的一个感慨 对 就看那个 Wamsley的UTMB的那个 纪录片电影 嗯 他一开始 也是 想要冲一次 拿了第四 嗯 然后他就决心 要搬到欧洲去 他是美国的Runner 他 美国 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男生吗 对 男子 OK 就男子美国 嗯 还在他之前 没有人在UTMB拿过第一 哦 所以他的目标就是 要打破这个空白 嗯 女子其实已经 跑几次了 然后 他base在Arizona里 经常跑一些大峡谷 嗯 他是一个很强的Runner 然后 你就看他 有了这个目标之后 他经历了 几次Trial 然后他失败 嗯 为什么失败 嗯 他的分析 你知道最后一次他成功 嗯 他做了什么 他就是 你看到很多细节 嗯 然后也听他讲很多 嗯 嗯 你可能想不到的一些东西 比如说呢 举例子 嗯 他就会精简 他的装备到 他会拿 他会比较一个iPhone 还是Flip Phone OK 因为像这种比赛 嗯 是 一定要带Phone的 嗯 就主办公司要求 他就会为了减轻一点重量 嗯 然后选择一个 嗯 很傻瓜的手机 就是老人机 对老人机 就是或者以前那种诺基亚 什么三星翻盖的那种 对对对 嗯 就你可以想见他为了成功 他要考虑到的 各个层面 小细节都很多 对对对 他就要 嗯 从每一个方面optimize 他的这个strategy 嗯嗯 你会发现其实 成功不是 一个很 很vague的东西 嗯 它是落实在 这些很多的细节里的 我跟我朋友看完之后 我们都觉得其实它是一个 zamentally不是很tough的人 嗯 就比如说 嗯嗯 他有一次跑 好像是westernstay一百麦吧 嗯 他90麦的地方 跑错了 哦 当时他其实是第一 嗯 就即使他当时 他只跑错了一麦多吧 嗯 他就是回去 他还是第一 他还能拿名次 他应该还可以站牌 对 但他就 崩溃了 整个人就有点疯了 嗯 他可能当时是想破纪录 嗯 感觉这个 没有目标实现 嗯 然后你可以看到他成长 嗯 你知道他后来就填冰 比赛的时候 他每一次进那个A station 嗯 跟他的crew 尤其是他 他老婆 嗯 是主要他的support 嗯 跟他们之前的交流 你可以体感到 体 你就可以感觉到 他有up and down high and lows 哦 你就觉得 他也在 消化这个东西 活生生的一个 athlete 他怎么来cope 整个这个比赛 哦 和他的训练 对 和他的生活 对对对 尤其是 他其实他搬到欧洲之后 嗯 他就住在那个UTM边上 嗯 他出门就是trail 嗯 他其实放慢了很多 是 他不会像 在Arizona的时候那么tough 然后一直觉得 要putting effort putting effort 他反而去享受一下 美国的 呃 法国的文化啊 嗯 然后就是 他就想把自己的mindset 变成一个欧洲选手那样 哦 他要就是 他觉得他要know the mountains ok 对 还是非常有意思的 推荐大家去看 哈哈 哎 那所有这个故事的结局 他最后拿到第一了吗 对 拿到第一了 就是高潮 高潮结尾 那你是一个J人吗 完了我忘了 哈哈哈哈 J是第几个字母啊 J是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 什么什么什么J 什么什么什么P 我好像是P P 对 P就是 比较 比较 这个 可能没有那么多计划性的 所以刚才听你说 which is not true 对 所以我觉得 刚才听你说那天 你对 这个东西你觉得特别fascinating 对 我觉得你应该是一个J人 我应该是个J人 所以我就说嘛 嗯 我也是一直在骗 那你会刻意的会去看一些女生的故事吗 会 嗯 我前一天也在看就看了WAMSI之后 就开始看那个Sally McRae 嗯 她也是一个Ultra Runner 嗯 她去年是200 200万以上的那个大满官 哦 女生完成日 她可能 我可能跟她更能correlate一点吧 嗯 因为女生很多那个 不方便的 对 对 嗯 然后看她怎么样 就是Endurance 那个Tolerant 那个Paint 就非常真实 是啊 她也会 嗯 她的性格还 很直接的那种 她就会跟大家介绍 嗯 她的装备是什么啊 她的帽子 嗯 我看完那个就种草了 她的帽子 什么帽子 她帽子是Amazon上15刀的一顶帽子 Oh really 她就在那介绍这个帽子有多好 嗯 她是Nike赞助的 嗯 但是她也是 非常 不介意去 穿别的牌子 对 分享她的这个 非常接地气的那些 嗯 装备 嗯 对啊 我觉得Amazon上是有很多好东西的 对 还肯定是个中国厂 你看就是那种 对 中国什么 没有什么不知名品牌 对 对 但是她就觉得非常好用 那我们说说身边的 嗯哼 对吧 纽约 你也有这么多朋友 对 嗯 我有这么多朋友 嗯 我们的共同点就是 朋友大多数都是姑娘 朋友大多数的姑娘 而且跑步 对 因为纽约的女生真的 很多 太多了 好多 那你觉得 你对纽约的女生的印象 更specific 你对纽约的 亚裔的女生的印象 或者连纽约的 中国来的 这些中国长大的 嗯哼 女生的这个印象 对 能给我们讲一讲吗 我觉得大家的面貌都很不同 嗯 然后给我 很多 就每个人个性都非常鲜明 都活泼 嗯哼 就听上去很空啊 但是就确实 因为纽约也是一所很包容的城市 嗯哼 它其实很多 你可以在这里找到 很多你想做的事情 对 很多人生的可能性 是不是 对 如果你喜欢跑步 在这里 嗯哼 就可以加入跑团啊 跟大家一起跑步啊 对 比如说你喜欢逛博物馆啊 然后 就 你就可以 嗯 经常去看展啊 对 然后 你喜欢 我找到你那边去 你先听 我这个手酸 哦 比如说你喜欢 比如我知道Florence 就很喜欢看听歌剧嘛 然后 也是在纽约就 这也可能成为现实 对 在湾区可能就不太现实 对 要干嘛都得进城 嗯 但是我觉得他们有个共性 嗯 就是他们非常的 Tough 但那种不是 就是表现出来非常 Main Mascular那种Tough 他就 他不是那种 力量的那种Tough 他就是Mentally Mentally Tough 对 对 他可能外表很柔弱啊 或者是 也很温柔啊 对 但他其实内心都非常的 啊 坚强 是的 而且都特有主意 对 很有主见 对吧 对 他可能不是那种 呃 你 你很 偏见的以为是Aggressive的那种 有主见 对 但他其实自己 心里很有自己的计划和规划 对 而且我觉得我遇到很多女生 他们可能最开始对这边没有那么强烈的感情或者好感 但是呢 生活久了以后 他不由得跟国内做对比 嗯 一对比 他们就还是觉得这边更自由 更自由 对 没有人催婚 确实是自由 对 结了婚以后也没有人催着说一定要要孩子 生了小孩生了孩子 对 对 当然这边也有很多 就是每个人都有每个人对自己生活的规划 对 对吧 对自己生活的preference 然后我觉得纽约的好处就是 所有人都有这个自由 是的 对 你想结婚 想单身 你想喜欢男的 想喜欢女的 对 Nobody judge people 对 不光Nobody judge you 而且都 不是 就是 都会有一个人 一个群体去接纳你 去接纳你 对 然后 找到自己的圈子 对 那有没有计划 找回一种圈子 对 你问我考问 哈哈哈 嗯 现在就是可见的他们在里面没有 但是还是很希望 以后可以跟这座城市 嗯 保持联系 对吧 常回来看你们的 对 回来比赛啊 对 因为每一次回来纽约都体验非常好 对 对 我告诉你一个方法 嗯 嗯 一会儿出门啊 你去找一个 这个小卖簿 你去买一柱这个power ball 或者说卖一个million 有一个已经涨到了400个million了 好 对吧 你买了那个以后 你应该到时候还能有 不到200个million 对吧 这个到时候呢 您就在中央公园南边 对 制一套 您在弯曲的时候呢 我们就来帮您 哈哈哈 打理打理 可以了 可以高级高级 哎 我总做这个梦 总做这个梦 这个梦很美好啊 对 太美了 我们尤其就是上班上到最累的时候 奥迪不都是一个team在 对 在一块吗 大家 一起赶 我们已经商量好了 哈哈哈哈 就是不管谁 买彩票 谁中了 一人一个million 对 那怎么着 你去趴远吗 我可以啊 我反正 大家走起来 可以啊 几点啊 嗯 我都行 我回去 反正歇一会儿 我估计然后 晚饭前晚饭吧 我都行 你 你跟我说吧 我非常的flexible 好 你有回国趴过吗 回国我没安排上 我本来想是在 回国最后一天我已经找好了 我在我们家不远的地方 我去试一下那个盐管 嗯 结果我最后一天就高烧 哇 躺在床上浑身酸痛 哇那太擦 然后我妈给我吃了个退烧药 嗯 就没去 然后我好了 嗯 我就说我要去攀岩 嗯 说我没过一个小时又不行了 呵 我妈就在旁边说 那你还去攀岩吗 哈哈哈哈 最后就没气成了 给阿姨看一下我视频 阿姨就会跟你说 世上无难事 只要吞口气 哎 对对对 对 就我在国内攀岩上 就觉得国内那线都好难啊 是吗 国内那V1我都上不去 比较硬是吗 对不是 就是它那设计都巨难 那我是日本的喜欢我排了 他们的那个很有名的B pump 那个gym 有一些日本的专业选手 也在那个gym那边 那里是真的很硬啊 嗯 当天晚上我热身 就最后就上出了个V1 对对没错 可信嘛 对就一上那V0 我说我靠这V0怎么 就没有任何一条线 实际上你觉得是可以爬梯子 就上去的 所有的都都还有点难度 有点technic 对没错 我觉得我攀岩最大的障碍 就是特别硬 不够flexible 就是精硬 我也是 对之前那个前任 这个还挺限制的 对前任跟我去谈 他说你得贴墙啊 哈哈哈 我说贴不上去 就是 然后最后发现就是他那个胯 就根本就打不开 嗯 对对对 对我就我根本就打不开 女生可能本来flexibility就好一些 确实影响会非常大 对 这个他们经常要拉筋 然后有一些攀岩选手 就是会喜欢做瑜伽 是 这都会有帮助 是 其实瑜伽是一个 我觉得很好的运动 对 对于跑步 或者对于什么都应该做 我瑜伽都可以做一个 就是 恢复啊 然后拉筋啊 然后更多就是可以冥想啊 这都是很好 可以 所以就是你糊涂扣子之前 你再回来一趟 希望吧 对 你可以 找机会 可以让什么卡姐安琪啊 什么的 一块去 给你安排点 帮我安排点项目 对 游游泳啊 这个 做做瑜伽 上上课啊 普拉提啊 我体验起来 city grow的 对对 给你一个Equinox Pass 然后你就可以去 哇 包括今天我都忘了 其实你其实可以带着换的衣服来 我有那个 哦 我可以洗澡 我给你个Gas Pass 你下去可以练一会儿 上个课啊 洗个澡啊 什么东西 没事 下回吧 下回 还有下次 对 行 今儿就到这 我们来收个尾 说个尾 是要说那个吗 就是123 你今天跑步了吗 好吗 OK 123 你今天跑步了吗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